我们今天从国家公园幽山米地下来 准备到菲勒斯诺去洗洗衣服 毕竟我们在山上住了那么多天 没地方洗衣服 这是你在美国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的那种洗衣服 就是公共用的 需要投币三块钱 然后我们就洗了大堆衣服 你看这里好多人洗衣服 我没想到美国人那么多人在外面洗衣服 这里有个休息区 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 马上我们要出发了 今天我们要赶到沙漠酒店去住 完了之后明天我们要进入死亡谷 你看这条就是我小时候看过电影里面的加州的路 宽广而且大好多大车 这是路上的一个风景 遇见了加州的火车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加州的风景 就是那种地中海气候的 非常干燥 草都是黄的 大家看一下 离开菲雷斯诺两个多小时以后 我们来到了莫哈维航空航空航贴基地 这里停着很多过时了 淘汰下来了的那些飞机 据说这里是飞机的坟墨 当然它也被称为民用航空测试中心 这里的海拔很低 都不到900米 风沙非常大 这就是莫哈维航空航贴基地的一块牌子 非常的低调的一块牌子 莫哈维基船 总共有三条跑道 这里有很多可以看的 小孩可以学习的东西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意愿 毕竟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来这里 这只是我们路过的风景 所以就进来逛一下 带着大家走马逛花一日游 这是他们的大灯塔 我们现在正对着的是他们的正门 里面有很多飞机模型的展览 可是我们进不去 据说从这里坐一次航空飞机到太空里游一趟 只是要49万美元 对于大富豪来说 未来的航空旅行不再是梦想了 坐在这里感受一下加州的风 莫哈维基场 位于加州中北部的沙漠中 常年炎热干燥少雨 是保存飞机的最绝佳的场所 看这些一艘一艘的保存非常完好的飞机 它们还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的雄伟 只是说已经不再用它们了 意识耗油量比较大 另外一个已经不是很安全了 我们今天只是路过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莫哈维机场 你得亲自过来体验一下 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参观了 莫哈维航天航空机场 之后我们要往前走了 看山上的风车 这是非常典型的加州才有的一些风景 风力发电站 好独特的风景 天空也好蓝 离开了莫哈维机场 我们来到了塔哈查比路铺的非常神奇的铁路 这一段弯弯扭扭的铁路总共修建了两年 1874年开始修建 一直到了1876年才开始通车 这一道弯弯扭扭像盘舌一样的 这个铁路为什么要修成这样子呢 看一下 就是这么绕两个圈 那是因为坡的这边和坡的那边 两端的海拔落差很大 为了让火车应行安全 修成了这么一个环线 然后下面是一个隧道 火车可以这样子绕一圈 然后进入隧道 然后再正常的应寻 这是一段非常神奇的铁路 也是一段非常奇迹的工程 站在加州的小山坡上面 吹着加州的风 静静的 看着火车穿过隧道 然后绕着自己的自身打圈 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火车真的很长 长到可以像蛇一样的盘起来 看一下 经过隧道的时候 路途隧道的那部分出现了好几分钟 火车的全部升值 才完全进入隧道 这样的风景 这样的列车经过这里 每天至少40碳 它特地排阶轧 它就越来越好几分 都越好几分 可以像蛇一样的 和蛇一样的 在这个风险 可以像蛇一样的 就像蛇一样的 它们有很多 待到 它们就更可吃 天使用 头从那边出来了 已经是绕了一圈出来了 现在他的火车头慢慢的要进入 这个坡下面的这个隧道了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火车的所有的每一节车厢 看看车头已经进入隧道了 车尾还在这呢 好神奇的工厂 也是一段非常神奇的铁路和隧道 如果你真的喜欢火车 或者你有时间来到加州的话 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 我向你推介的一个地方 离开了Tahachapi旅游景点 我们的车继续往前走 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终于来到了 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沙漠酒店 天色已晚了 月亮都出来了 很美很纯洁的月亮 这就是真正的加州的月亮 希望你喜欢今天我路过的两个风景点 虽然说我们冲冲而过 但是美景永远留在心中 祝您晚安 好梦 拥有一个最美好的明天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